大火爆香放入蔥、辣椒 再把黄鱼放进去 加入米酒、酱油、红烧 但中头戏还在这里 两片黄鱼卵直接下锅焖烧 夹起鱼卵 软嫩的口感让许多民众吃黄鱼 除了要鱼卵 通通都不要 但不止黄鱼 还有很多美食 民众反而不爱吃肉 压入沙茶 大锅里熬煮鱼头 飘出香味 这一道沙锅鱼头用的就是大头帘 但是整锅烙一烙 怎么只有头没有鱼生肉 师傅说就因为鱼头的胶值相对多 在市场上鱼头价值反而更高 对比一下大头帘 鱼肉一斤只要90元 鱼头却要105 一斤就差了15元之多 大火快炒 片片曼波鱼胶值 看起来可口 甚至能变化出许多种料理 但是整只曼波鱼贵的可不是鱼肉 而是曼波鱼农场 价格对比起来 鱼肉一斤只要150元 但是农场却要1000元以上 价格相差近10倍 其他鱼肉不值钱的 还有像是乌鱼 一斤肉只要3元到4元 甚至更低 市场上没有行情 但是换成乌鱼籽 一片就能上看至少400元以上 价格差很大 它的软上面的营养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肉质反而会比较瘦一点 最后吃起来比较会差 不管是曼波鱼龙茶还是乌鱼籽 民众吃海鲜并不只吃鱼肉 也难怪民众没有买到鱼卵的黄鱼 会大骂摊伤 记得王毅超在台中的采访报导